我想令您說一下 其實你們這次 當然您的主題動作很難聽 有一點點不是那麼 細合 可是您想知道 現在這個現在可能跟以前 是不一樣的 你們來這邊是採訪戰爭的 不是大選 大選和我的工作就有關係 我先問 一般民眾覺得駭客是忽勉的 可是現在駭客跟 所謂開放這種的連結點到底在什麼 其實非常簡單就是 駭客就是對一個 對一個系統非常熟悉的 那你熟悉一個系統之後 你當然可以去拓解它去為了自己的私利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去修補它 讓它更好 那就是黑帽黑客跟白帽黑客 但是我們這個叫做公民黑客 公民黑客的意思就是我們沒有要去扣壞 或者修補系統 讓我們做一個更好的系統 讓它沒有以前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我就把它延伸來看去看說 其實政府在跟人民溝通 所用的所有這些系統 其實也是另外一個需要的 這一次 對 對 對 我們做開放政府的朋友 其實都是把自己叫做 C理財客 就是所謂的公民黑客 那公民黑客呢它基本上 就是大家看了政府的順眼的時候 不是只是罵政府 也不是只是對政府的難度 而是把政府做得不好的地方 讓公民收回自己的概念 那這種自己用來做的經驗 在沒有公式的地方自己打造公式的經驗 就是所謂的問題 所以他們實施在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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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其實我們都可以做的 我們先來這個南海演講 其實有些媒體講說 以前的國際駭客 現在一直在台灣 然後跑到這邊的駭客大會來演講 他們用這樣的 形容詞來使用你 你覺得是正確的嗎 我覺得很對 因為我們國際的駭客社區 其實我們最重視的就是 諮詢自由 以及想法的分享 所以說在分享這個想法的方面 我們對整個政府公司 所做的這些實驗性質的 開放政府工作 同樣也是我們分享這個 全球的社區的一部份 也就是說 不管是在加拿大 在南大 在英國 或甚至在這邊 都有許多的民主工作者 說他想要學習我們這套系統 所以這也是我們另外一種話 也叫阿棠姐 講到就是 這次我來採訪的 就是南韓大選 您剛剛講說大選就是你的公司 其實這次很特殊的就是說 在所謂的燭光運動 以及之後 不管是對於 就是本來的那位總統 有怎麼樣子的想法的朋友 都有發起非常長時間的 在街上的這個活動 那我在這邊跟很多年輕朋友 討論 他們就有點像是2014年台灣 就是大家在街頭上 他們突然發現說 民主是可以自己決定的 不是對於政治家來決定的 每一次在發生這種大型的佔領運動 以及年輕人的彼此信任協作之後 就會出現一批 比較是以前不關心政治 和政治人感的朋友 但是願意現在捲起受 去投入政治工作 所以他們也非常的期待 也是一批年輕的政治工作者 不是從傳統的這些政治工作使家 出來的 不是從大臺灣出來的 而是用市民的一個方式 讓市民的聲音 能夠帶到政治的域裡面 那這個剛好就是我們從2014年 來自從會開始 逐漸發生的事情 所以你覺得他們這次的總統大選 為什麼會補選 為什麼會提前 其實跟上一個吧 這個所謂談戶 可能涉及談戶怎麼拉下來有關 跟我們駭客精神有 對其實最主要的就是 大家在街上的時候 就會發現 你動員幾十萬人上街很容易 但是大家在街上 要怎麼樣做出一個共識 這個東西就需要練習 需要技術 需要互相猜想 那這個東西在 如果不到街上 其實大家是不會學到的 我們當時也是在佔領的時候 花了22天去學說 怎麼樣慢慢把各界不同的想法 慢慢凝聚成一個共識 所以當他們現在 有了這樣的體驗之後 自然就會想要把它投入 不管是區域的 或者是他們全國性的 這樣的政治事業 接下來你給大家感想 是什麼 剛剛跟很多人其實有些意見交換 對大家 對我覺得就是說 韓國他們這邊 雖然在自通訊標準的制定上面 或者是一些智慧城市的建設上面 確實是我們開玩笑說 他們領先台灣一個小時 因為這邊市區嘛 跟台灣是差一個小時的 但是呢 在這些軟硬體建設之外 怎麼樣讓社會更深化的 去運用這些自通訊工具 來達到彼此理解 其實他們也非常想要獲得 台灣這邊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 互相交學相長 並沒有哪邊是往哪邊取經 而是說一起去把這件事情 把怎麼樣透過自通訊公式 大家能夠彼此傾聽的這件事情 一起做得更好 所以我覺得說不管是在民情上 或者是在政治的體制上 或者是在傳統的公務員 要怎麼樣面對網路上面的朋友等等 這些上面 我們的社會狀況是非常類似的 也有非常多可以彼此確實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我要講到戰爭形態還是一樣的 各國都在講未來戰爭 絕對不會是實體的 是電腦上 是網際上的 這個其實不是我的專門 但是我知道的是說 其實現在每天每天都有這種非常小的 在網路上面的戰爭 已經是在發生的 而且不一定是國家跟國家 它的來源可能是任何一群人 它只要覺得說 它是一種叫threat agent 就是能夠造成威脅的 這樣子一個工作者 它就可以馬上去 對各國或者各國安法的實體 進行它的攻擊 或者是樂趣 等等 但我覺得說 就像很多所謂的恐怖活動一樣 真正造成困難的 或造成傷害的 是大家因為不了解 對這個東西的恐懼 而造成的反應的行為 反而與它開始做的那件事情 造成更大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邊 最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加強 不管是媒體 或者是資訊的素養 這樣大家就知道 這件事 其實也就是這樣 就不會反應過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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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需要一個換 一句五個要快一點 因為晚年在哪 因為還有一個晚年 所以明天走嗎 還是 對 收會很多 收會很多 對啊 蠻開心的 謝謝 謝謝 可以了嗎 謝謝 謝謝